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這一次我要教大家的是 來自李榮浩 我所改編的喜劇之王 吉鼓的部分 在這首改編裡面 我所用的吉鼓招式其實很簡單 都是我之前所教過的東西 我們只要學會了正常的彈奏以後 再正確的拍子加上我們要的鼓組聲音 就會是這首歌的樣子了 整首歌的節奏其實都非常簡單 基本上它就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節奏 第一拍是大鼓 第二拍是小鼓 第三拍是兩個大鼓 第四拍是小鼓 組合起來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1&2&3&4&1&2&3&4& 大致上我們就是要把這樣子的節奏 加到我們的彈奏裡面 那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主歌的部分 我們的小鼓要輕一點 因為主歌的部分它的情緒稍微要放輕一點 所以我們的小鼓我們是用打板的方式來做 所以在主歌的部分第二拍第四拍就會改成打板的動作 所以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1&2&3&4&1&2&3&4& 接著就讓我為大家示範主歌的部分 我們在旁邊 接着副歌的部分 也是一样 按照原本的和弦弹奏 加上我们的鼓主节奏 那么这一次的小鼓 就会是打在正常的这个位置 所以鼓主的节奏整段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1&2&3&4& 接下来就让我为大家慢慢的示范一次吧 在第一段副歌结束以后 它会有一段小小的过门 主要1-3π它是用和弦为主的方式下去做呈现 那么2-4π就是随意你可以做任何鼓的过门 的一个呈现这样子 那么在这边我是这样做的 1-3π的时候它分别都是八分音符的和弦 所以它分别就是这样子 1&2&3&4& 那么在和弦弹奏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个大鼓 下去强调一下这个和弦的拍子 这个节奏这样子 所以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1&2&3&4& 那么在歌曲里面我是这个样子做的 首先我会打两次小鼓 接着打三下的tap 所以它就会长这样子 所以全部组起来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在下一个段落也就是solo还有桥段的部分 那么在solo的部分我也只是用了大鼓 然后tap 然后还有小鼓的部分下去做了一些我自己idea上面的东西 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下去试出你们自己想要打的一些节奏或是一些过分之类的 那在我的solo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节奏它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接下来在桥段的部分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几鼓的动作其实跟副歌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第二个部分我为了要加强这边的层次 所以我把它的节奏改成这个样子 1&2&3&4& 所以它会是呈现一个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就会长这个样子 我把这边的演员 我笑的断唱 我哭的扩张 这唯一的红旗年 我哭的扩张 我哭的扩张